但是這個只能在學術論文寫 不能在臨床上座 因為無人的話 化療化療就響徹人 ,就不用座了 所以說大家現在也必須減少熱量的社群 大家想想看 如果像我向六十幾歲的人 想想看 五十年前大家都只走路 清小荒城 那時候都需要大量的勤力勞動 現在很少的,但是我們吃的卻比以前多 所以不只是肥胖而已 更重要的是,我們這些吸收進來的熱量 可以提供癌細胞的生長 癌細胞生長其實 第一個,他的食物是 他的誘因就是緊張生氣滿好,不太遠 講到這點,又講另外一個話題 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肥胞的女生比較多 大家如果說,女生聞那個油煙 那男生抽煙,怎麼肥胞那麼少 那更直接,其實女生又是感覺委屈 現在的女性,要工作,要照顧家庭 那會被嫌棄 在公司被老闆罵,到回家又 所以只要有感覺委屈的心情出現的時候 所以只要有感覺委屈的心情出現的時候 不管男生、女生、肺部都會有 我們在講